数字反映 也就是说如果今天输入什么 输入那个 32183 输入完之后颠倒过来输出 那怎么做 那我想到的方法 因为我前面讲过了 我可以把它当文字 也可以把它当数字 那如果你把它当数字 你变成你要先用那个% 先求于数 然后再除除10 可是会变成我觉得相对稍微比较 如果你用文字的话 那你就输入之后 然后再一个一个的取出来 也就是把它当串列 那取出来的方法就是 先从最后一个取 比如说我今天输入31283 这个总共的长度是五个字 用LEN判断 所以得到是五 但是它的那个 它的那个index 它的所影值 第一个字是零 所以你要输出第一个字 编号是零 这是比较麻烦的 那最后一个字是多少 最后一个字当然就是零一二 最后一个是四 所以你叫它输出应该是 先把第四个抓出来 四三二一零嘛 所以哦 所以我今天如果要写出这样的层次的话 该怎么写 首先的话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是已经写好的答案了 那我先把它执行好了 比如说我这边输入什么 31283 那它应该颠倒变38213 好没有OK 那怎么样把它输出 首先的话我们来看一下 最关键的地方 应该就是第三跟第四行 input、output应该没问题 我多一个s 这个s是说 我要把那个原来的字串 先一个一个抓出来之后 再把它先串在 a的这个变数里面 最后再输出就对了 那可是我要怎么样一个一个的输出 一个一个倒过来抓哦 所以倒过来抓的话 首先我第一个一定要先一个for圍圈 for I in range for I in range 这个range的话呢 特别追哦 这个range 所以我们后面会有三个最关键的地方 就range里面 那第一个的话我先要先抓抓最后一个字 就是刚刚输出的那个什么呢 31283 有没有 那我要先抓到3 抓到3 然后再抓到8 然后再抓2 1 3 把这个一个一个串起来 再输出 所以哦 我要先抓最后一个字 有没有 最后一个字是多少 应该3 可是它的编号是多少 编号是它从0开始嘛 所以最后一个应该是4嘛 对不对 不是5位数吗 对 但是问题是它从0开始 0开始 那是不是变成6了吗 没有 本来是12345啊 5位数啊 对 现在是0123到4而已啊 从0开始啊 对 所以最后一位数变成 它的编号就是4了 抓到5次了 对对对 抓到5次 对对 OK 所以哦 如果以这样来看 当然是 从4开始 够点 然后后面的话 应该是第二个字嘛 应该是到哪边停下来 那我应该是从第4个字 抓到第几个字 应该是抓到编号 因为这个 从这个4嘛 3 2 1 0 所以最后应该是0 那这边应该输多少 我要到0哦 那问题是哦 它第二个参数是要停下来位 你不能输入0 0的话 它停下来的位置变成是吧 它变 这边后面要先加一个负1好了 我先加负1好了 那也就是我越来越少的话 4 3 2 1 0嘛 可是问题哦 你如果输入0的话 这变4 3 2 1 因为0就停下来 它不会输出0 所以如果说我今天呢 要让它0也输出的话 那这边应该输入是吧 应该输入负1 对 ok 另外还有一点哦 目前哦 因为刚好五个字 所以你用4是ok的 但未来如果它只有三个字 或是它一个字 那这样就不ok 所以这个4的话 你变成要用什么 用len去判断 len什么呢 里面去抓那个什么 它输入字到底有几个字 有没有 把a放进来 比如说它输入五个字 那len就是5嘛 可是问题哦 我们不是从5开始哦 我们应该从多少 4开始嘛 所以应该怎样 对 减1 应该可以懂我的意思吧 好 程式写完了 这样 所以其实最难的地方在这里啦 range后面这个 这个后面的这三个参数啦 如果你填对的话 那这一题就搞定了啦 但如果你填错的话 那很抱歉 就应该没办法完成 这个逻辑 前面好像也有做过类似的 然后再来的话呢 冒号 Enter Enter的话呢 我们就是 再来做输出 串接 把 a的这个里面的字母 一个一个抓出来 然后放哪里呢 放s里面 所以s 等于什么呢 s自己本身 再去串接 串接什么呢 串接那个a的第几个字 a的第几个字怎么表示 中瓜符 有没有 加一个i就可以了 这个又是第二个关键 有印象吗 a 中瓜符里面放个i的话 那意思是说 这个i的词呢 因为我们刚刚讲过 它是四三二一零 有没有 总共跑五次嘛 所以它第一次 会先抓到i是等于4 4的话呢 如果你把它放在这边 a中瓜符4的话 就会抓到3 如果再来下一个变成 越来越少3的话呢 那a中瓜符3的话呢 它就抓到哪一个 抓到8 然后再来 意思2 1 3 一个一个抓 那抓到之后的话呢 我们就把它放到哪里 放到s里面 所以变成 它就先把3放到s 再放8 再放2 再放1 再放3 所以刚好就颠倒过来 OK 应该可以懂我的意思吧 好 那所以哦 两个可能比较重要的地方 第一个 range 后面这个参数 第二个的话呢 把 这个 字串 一个一个的 从它的字母 后面抓过来 串到s里面去 最后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知道 直接把s输出 答案就OK了 真的诚实不多啦 所以你说考试哦 如果你这个 这个逻辑清楚的话 就打这几个字 你能打几分钟啊 看打一 这怎么办 打个三分钟打不出来嘛 对不对 考试它至少给你十分钟 那你怎么样 应该有多余太多的时间 只是说啦 你要能够想出来 而且能够真的理解 那应该就蛮顺利的啦 我觉得这个 OK 那我们来看一下哦 写完之后哦 再来呢 我们就来看一下 答案没有 OK之心 31283 Enter 或者是说 我们可以用之前 打过那个什么 9876 9876 好了 那颠倒过来应该是什么 56789 有没有 56789 就输出了 或者是说啦 如果 大家底下还有 要输入0嘛 就输入0看看 0 Enter 有没有 也是输入0 当然哦 如果你刚刚这个地方 假如说用4输出的话 那就不够 因为它 每次 长度不固定嘛 所以你变成你要L 那LEN如果过来的话 就一个字 一个字 一个字 剪掉一个 长度一个字的话 那1-10嘛 所以它从0开始 到0结束 那所以刚好输出一次 OK 然后其他的 下面还有一个什么 135790 所以这个地方再出最后一次 根据这个题目要的 135790 那倒过来应该就097531 没错 OK 那可是这样的写法是第一种写法 我是觉得这样的写法 是应该比较可以理解的 而且是可以比较接近我们一般人脑的思考模式 不过你也可以另外我刚刚讲的 你可以用数字 输入的话 转成数字 然后用求余数 然后再除除 除除10 也可以 我又把那个参考答案放平端 最后另外还有一个地方 其实你会发现 如果要把这个程式再轻减的话 其实只要三行就好了 也就是说 这边的S可以拿掉的话更好 如果我现在不要S 也就是我一边输入一边输出 如果我今天呢 假如我不要S 那我其实怎么样 可以直接print 一边抓到哪一个字一边输出 也是OK的 所以如果我把S拿掉 其实如果要输出的话 那我可以把这个print 放在这个里面 然后我这边的话可以用什么 用A 直接抓到哪一个 就输出哪一个 里面放I 但是这样的输出会有个问题 因为它print 每一个都要换行 所以如果你这样的话变成什么 98765的话 Enter会怎么样 它变成56789 因为后面会有换行 那如果你假设不要换行的话 只要做一件事情 还记得吧 把后面的换行拿掉 有没有 有印象吧 所以你就把这个 后面再加一个什么 斗点 end 等于什么呢 没有嘛 就是这个意思说 尾巴的换行 帮我把它清除掉的意思 OK 这样的话 我要执行给各位看 如果这样写的话 98765 Enter 有没有 56789 也OK 有没有 但是 这样的写法 已经够精简了 对 但是 我刚刚讲过了 太优化的程式 但是不见得每个人都能够马上接受 这个地方的话 当然如果你要更精简 当然理论上写这个OK 可是呢 这种写法 变成说 你要对程式掌握度要更高 不然的话 你很容易会写错 OK 那这两个写法 在云端白板上面都有 所以我刚刚写的那两段 其实在云端白板的第几页呢 第十八页的地方 解法一 就是我刚刚写的第一个 解法二 就是我刚刚写的第三个 第二个 另外的话 解法三 就是用什么 用那个 除 用那个 percent 跟那个除除 解法四呢 就是用list 串列 不过解法四 算比较高竿的 OK 所以当然你们先试试看 把那个第一 第一跟第二种先试试看 我是建议啦 你可以先做第一种 因为第二种算是它的优化 但这个优化是不是有其必要性啊 你可以值得思考 就像说 我刚刚跟各位讲的 有时候你程式很优化没错 但问题最后自己看不懂 或者是说你将来考试的时候 写不出来 那样的写法其实就不见得是好的写法 你要确定说你这个写法是你最熟悉的 我觉得是应该是比较好的 不然 你不要一直只是说为了要精简而精简 到最后的话 根本那个不是你的写法 OK 所以你可以给你试试看 尽量要理解 像这种考试 如果你理解之后 很直觉的真的 因为我自己有 蛮直觉的经验 因为考试很习惯了 题目一一下来 马上很直觉就把它啪啪啪啪 当然难免会卡住 有些地方卡住没办法做下一题 因为总共十题会讲过 其实只要 大概答对 九题里面答对六题应该 就可以拿到七十分了 也就是如果你有三题不会写 其实是 也是一样可以拿到证照的 因为他总共 如果以九类的那个考试来看的话 他每一个题目一类的十分 只有第四类 就是这一个 第四类是二十分 只有第四类是二十分 其他都是十分 那也就是说呢 如果你把第四题做对了 然后其他类大概 只要在哪个 因为七十分几个 再做个五题 就有七十分了 所以其实我是觉得 这个考试的那个什么 还有蛮多的空间 不是说你一定要拿一把分 才能给你证照 所以其实我是觉得 倒也没有那么困难 最重要的就是说 你可能那个过程一定要花时间 我觉得要把这个证照拿到的 第一个你要能够懂拍胜 第二个的话一定要熟练 考试的话才有办法 OK 试试看 那个数字是三八八 刚刚没有 不是有五个数字吗 对 那个题目上有啊 这个啊 就是在那个试题 第四类 三一二八三 对不起 谢谢 所以说 一句 在一句 这个 二十八 四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